竹竹青,快吃薯条 诶,我怎么给小五吃了 你个坑货,我被你坑死了 怎么还能让小五赢了呢 刚才的薯条不是给竹竹青的吗 这一次我要让三哥挑战小五 三哥,你可要加油呀 要不然你会被小五推到河里去的 这一次呢,我给你收集了很多薯条 放心吧,这下肯定够你吃的 小五,让你赢了,竹竹青 这一次呀,我要让三哥直接把你推进水里 你看,我身后的薯条,哇,快堆成山了 诶,我现在才发现 原来我也有一个对手,他竟然在帮助小五 可恶了,三哥三哥,快吃吧 你看,全是假号 什么情况呀,我辛辛苦苦收集了薯条 怎么被小五给吃了 你个坑货,你看着我在哪儿啊 哎呀,三哥,不好意思 诶,我怎么被他给撞倒了 哎呀,我得赶紧收集起我的薯条来 这谁放的香蕉皮呀,这么没有复制 现在我的薯条是越来越多了 三哥,这一次你放心 我一定让你赢得比赛 现在呀,场地上面的薯条都被我给剪光了 诶,我的对手还在这放香蕉皮呢 不过这一次,我是不会摔倒的 三哥三哥,你快吃吧 啊,什么情况呀,怎么又被小五妹妹给吃了 我还就不信了呢 小五,我让你吃我薯条 这一次,我不信你还能吃得下 诶,怎么把我的薯条全部都吃了呀 这一次我把人物换成小姐姐 我就不信你还能吃我的薯条 小姐姐,你千万要记住 三哥最喜欢吃薯条,不吃西红柿呀 你如果把西红柿给了三哥,会帮助小五的 这样三哥就会被小五推到水里了 三哥三哥,不好意思呀 最近有惹禁食,实在是没认出哪个是你 不过你别着急,接下来我肯定不会失误的 诶,我怎么又被他给撞倒了 我的对手居然不停的干扰我 你怎么那么坏呢 三哥,这场比赛你赢定了 因为现在呀,场上的薯条全部被我捡完了 他捡的都是我捡剩下的 我的对手还挺努力呢 你看,他傻傻的为小五妹妹还吃西红柿呢 他其实不知道给小五妹妹吃西红柿 就是在帮助三哥 现在我的背包里全是薯条 来吧三哥,这一次直接把他推进水里 诶,情况有点不对呀 发生了 咁人 欧君 咁人 ぜ 誻 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